盘点环太平洋最强十款机甲 谁才是你心中的无敌战神 第五名 切尔诺阿尔法 他是所有机甲中块头最大的一个 曾守护西伯利亚边境长达六年不败的历史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 阿尔法一共击败了五头怪兽 同时也是在一时间最长的战史没有之一 他是毛泽制造的第一台机甲 由一对作风彪悍的俄国夫妻驾驶 驾驶舱罕见的不在头部而隐藏于胸口之中 优点是能够利用其巨大头部来充当幼儿 而缺点则是失去了逃生的可能 在战场上只能与怪兽奋出尼斯瓦 这点也非常符合毛子战斗民族的作风 阿尔法身高85米体重2412吨 虽然行动吃缓却战力惊人 他的手部能发出415000伏特的电弧脉冲 给予怪兽巨额的伤害 而他肩部那两枚像眼睛一样的漩涡则是火焰喷射器 能释放高达2000度的直眼 在影片中为了给阵亡的暴风赤红报仇 阿尔法不慎遭到伪力鼠的电强攻击 导致机甲陷入瘫痪之中 之后更是被棱被归从海中偷袭 最终惨死于两头巨兽夹击之下 第四名 危险流浪者 唯一一台核动力驱动的机甲战士 同时也号称主角机甲 虽然仅仅只是第三代科技 可斩杀怪兽数量却高达90之举 是所有机甲里战绩最辉煌的 危险流浪者身高79米体重1980度 他的战斗风格起源于街头格斗 据说其灵感来源于 USC现一次中量级世界冠军乔制胜 第二 在影片中流浪者 仅凭一己之力独占两大巨兽 不仅将防御力惊人的棱被归一顿胖走 更是用完19等女子炮将它轰成渣渣 之后在与伪力鼠的战斗中 不断通过灵活走位与其周旋 最后更是掏出黑钥匙合金长剑 一万米长空剑斩巨兽 这也是危险流浪者最高光的时刻